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任刑侦支队第九大队 大队长出 我相信他们很快就能调查出这个水落石出 凶器上面也没有提取到任何指挥 如果说他是凶手 那他为什么不把欠条拿走 那凶手容易有其人了 这发生命号了 人死了 你的偶像 董志 不要再为了那些不可能成功的事而努力了 在重击之下 体表却没有体验外语 这个凶器绝非一般的寻常英雄 他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警察的荣誉 我们对他最好的告慰就是 严惩罪犯 保护城平安 敬礼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下集故事 在上集里我们看到 罗克刚借条回来 就是挑战重重 关局副理长沐春阳居然是离奇地死亡了 而且目前来推测 他应该是被他人所杀害的 警方怀疑很可能是外部的熟人作案 但是线索还不够明确 现在跟警方合作的装饰公司 特别是疑点重重 为什么当初这部尊阳要如此反常地 想了解装饰公司老板武林园的过往呢 还有跟武林园合作的周宣平 为什么也在这个时候突然死亡了呢 而那位老板武林园 他的秘密又到底是什么呢 在上集里我们也看到了 部局长呢 他的笔记本呢很神秘 里面则有了很多的线索 可是那个线索到现在也还没有被解开 一切都还是未解之谜 那么案件背后隐藏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看见结果就是这么多 死亡原因和事件都是清楚的 凶器是一把匕首遗落在现场了 技术部门正在进行鉴定 这个仓库管理非常混乱 监控也坏了 而且周宣平自己就有钥匙能打开仓库 这样的话凶手也很容易逃离现场 这个人跟周宣平应该很熟悉 为什么 门是用周宣平的钥匙打开的 这深更半夜的 谁会带陌生人进去啊 这万一是绑架的 凶手的作案动机上明去 我觉得还是先从周宣平的社会官一开始查 这牧居然还没头绪 又来一个 来 来 来 检测结果出来了 皇上 探望当上没有指纹 确计是周宣平的 这有什么好激动吗 不是 脚印 案发现场的脚印 与牧居案发现场的脚印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仔细了 没错 师傅 我经过仔细比对 确定是同一个人的 怎么会这样 有点出乎意料啊 不过我们调查过周宣平 他和牧居也没什么关系啊 是啊 这两个人甚至都不认识 不管他认不认识 是不是有关联 我觉得现在 牧居案和周宣平案两案合并 周宣平的事你听说了吗 刚刚听说 这小子欠了一屁股债 早上得出事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没关系 就生意上的事 昨天我来 正好赶上你们俩好像也不愉快 你太客气了 不是不太愉快 是大吵了一架 为什么呀 不是 我们这个做生意上的事 有必要跟警察聊吗 恐怕你还真得聊聊 今天是警察问询 他找我借钱 我没给 不想借就不借呗 吵什么架呀 他威胁我 我能不削他吗 你就削他了 我削他了 我知道你们怀疑我 是这么回事 这不在做生意吗 生意场上啊 难免有些这摩擦和碰撞 这 这你们懂的 这小子你知道吗 他想抓着我那把柄 我怕他 不是 他以前给你借过钱吗 借过 后来都给了 再说我这钱 也不是大风刮的 对了 就昨天啊我就在家 一直待着 这一大堆人给我作证 周轩平死了 你觉得是谁干的呢 周轩平这种人 在生意场上 得罪那么多人 就欠了那么多的外债 比急了 谁都可能要他的命 也是啊 不过我觉得 对于我们来讲 倒是件好事 省得日后再有人纠缠我们 好是好啊 可我总觉得 他这死有点不太对劲 虽说我恨他早死 可他真没了 我这心里也不太对劲啊 好 吴总 这是我婚礼嘉宾 你出来的名单 您快下目 你弄就怎么 我不看 吴总 都是公司的客户 您还是 怎么还不开口呢 这不在家里吗 我想到婚礼当天吧 我想到婚礼当天吧 我给你了 我都会给出秘密的 在牧局的这个笔记本里 复印下来的一页 他先后写下了毫无关联的文字 符号和线条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次工程 还是家庭所事 还是什么意思 当然了 这个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 纸记录给自己看的话 就不需要别人看懂 那就不必要什么张法 是吧 对 牧局在这纸上呢 多次写写画画呢 说明他在记录里一件东西 非常重要 我一直想弄明白 这到底什么意思 直到昨天晚上 我在黑板上梳理木案 和周案的思路时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这张纸上记下的是 他的办案思路 换句话说 牧局正在侦破一起案件 可他不管这一块 问题就在这 他是一个封管后勤的副局长 是什么 让他去 自己去侦破这案件 而不是交给他们行针呢 是在他没把握 或仅仅是怀疑的情况下 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 牧局这个人吧 早听说过 他在全省呢 都是一直是特别严谨的 都是出了名的 他这次选择独立办案呢 我觉得无外会有两点一 就是证据联络不足 第二 可能是一起这陈年答案呢 到现在呢 线索有了新发现了 你们看啊 这上面多起写了这个 这个923 这923呢 是我们 我们警察内部标注 案件的当案号的一个习惯 这会不会真的就是 案件的当案号呢 那我马上去查 以前所有的当案 不 我查过了 三十年之内 923的当案号 只出过两起案件 都是什么这个盗窃啊 这个诈骗啊 而且数额不是很大 牧局从十年前 从宁江调到了湖城 有没有可能是 宁江那边的案子 这种可能性极大 牧局这个人呢 作风向来就特别的连接 最近和武林园呢 有密切的接触 而且我从他这个 这记录上面发现吧 他每次和武林园 接触的时候 他都会标注一些记号 这意思是不是说明 他已经盯上武林园了 那如果是这样 那周宣平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应该也有一定的联系 回头呢 你和这个卫胡 你们俩去一趟宁江 是 虎子 来 我看这个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三号 宁江市发生一起抢劫案 受害人是一名珠宝商 长期做钻石生意 为了保密 特意采取隐秘手段 在商场关门以后送货 但还是被人盯上的 案犯一共三个人 都带着头套 将送货人刺伤以后 抢夺珠宝 逃离现场 是 开车绕作前面续间 我们的人马上就动 是 刚好被路过的民警发现 于是双方发生搏斗 是 在搏斗中 案犯将民警刺伤 企图逃离现场 该民警忍痛拔枪 击毙了其中一名案犯 另外两名失踪 被抢脏物下落不明 这名民警 就是牧尘宝 九二三抢劫案 一共抢去了钻石四十多颗 有其中五颗 在当时的市值 就值八十多万 由于案犯都戴着头套 没有留下任何的体貌特征 所以至今在逃 这击毙丹犯的情况 他叫陈勇 家住方县三道岗村 常年在省外打工 据当时的排查了解呢 同伙呢 并不是陈勇身边的同乡 很有可能是他打工期间 认识的外来务工人员 我们现在呢 就大胆地推测一下啊 武陵园和周宣平 就是当年九二三案犯的逃犯 十三年以后 他们来到湖城 因为咱们局里的家属院的维修呢 牧局呢 见到了武陵园 因为当年 他和他交手 对他的体貌特征有所了解 所以呢 牧局那时候呢 怀疑武陵园 是不是就是当年九二三的逃犯 于是开始就在调查 因为苦于没有证据 开始和他周旋 以便获得更多的线索 这倒挺符合我师父的行事风格的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就要查 查这个武陵园和周宣平的这个底 户口调查显示 武陵园和周宣平都是十二年前落户湖城 而他们之前的户籍登记却十分模糊 武陵园和周宣平到湖城后 分别在建筑工地 餐馆 工厂等地打工 收入很一板 二零六年呢 他们几乎在一月之内 分别注册了两家公司 注册金额呢都在一百万元 武士集团呢发展良好 永乐物流公司呢却一直在亏工 在永乐物流两次陷入经营危机的时候 武士集团向永乐注入资金两百亿万元 罗大队 你好 我们找武陵园 请进 警察 这不走 警察 这是 庆长 警察找武总 我爸在楼上 我去叫他 庆长 还是我去吧 你在这儿陪警察说说话 你是武清霜 是 我爸师父出什么事了 我们找他问点事 清霜 晨晨 我爸呢 警察找武总问话 这样 你去那个小丽家 把礼服的颜色再对一对 好不好 我想在家 放心吧 只有我呢 快去吧 我一会儿去接你 听话 罗队 喂 吴总坦啊 他死了 啊 封锁现场 通知发疑 是 是 吴总是我的老板 也即将成为我的岳父 我从小是个孤儿 他对我就像父亲一样 情双要是知道这一切 非疯了不可 胡立岩最近有什么反常吗 最近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自从莫居死了以后 他的表现就特别反常 后来周千平也出事了 他的反应就更强烈 更反常 什么表现 他好像很害怕 很紧张 总是胡言乱语地 说些特别奇怪的话 也许 也许是害怕你们怀疑他吧 怀疑他什么呀 他说他跟莫居 还有周千平接触的比较频繁 你们一定会调查的 这样影响会很不好 今天最后一个进的房间的人是谁啊 是我 大概一个小时前 我进去跟他商量公司的事 他说他累了 想一个人待会儿 不让任何人打扰他 我就离开了房间 没想到 没想到他会想不开 你觉得他是自长 我 我不懂行政 但是现场那个样子 还能是什么 因为吴总平时身体很好 他从来都不吃药 好了 现场呢我们得封锁进来 你和吴青霜暂时就不能在这儿住了 我不会让青霜住在这里 我怕他受不了这个刺激 我们随时还会再找你 了解一些情况 通过警方我们发现 死者体内血液中 有大量的氢化症铁血红素形成 各脏器也有明显的窒息症状 最直接的死亡原因是 心率衰竭而猝死 属于典型的氢化甲中毒 现场没有搏斗痕迹 死者穿戴整齐 药瓶和水杯上 只有他自己的指纹 另外书房里没有发现 除五家人之外的 其他人的脚底 门床完好 也没有其他人床入的痕迹 我们在鞋棍里呢 发现了案发现场的一双鞋 那去他女儿说呢 这双鞋是他去年过生日的时候 专门订做的 里边还绣着他的名字 来 大家看看 这样是不是可以断定 武林元氏畏罪自杀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下这个结论 老松 我也倾向于这个结论 但是否畏罪我不知道 自杀是肯定的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畏罪干嘛自杀呀 我同意了碰上了 武林元是个见了官才都不落泪的人 我们呢没有他确讨的证据 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呢 就是周先平不是他杀的 对了 就昨天啊我就在家一直待着 这一大堆人给我作证 我说现在基本人已经判定了 这个木居和这个周先平呢 是这两个案子是一个人做的 如果武林元没有杀周先平 那他同样也没有杀木居 是吧 既然他不是这两起命案的凶手 那他为什么呢要去自杀呢 最后的解释就是 他身体里的氢化物 怎么回事呢 他是被人逼死的 他不得不吞下那里氢化料 这样一个有极强意志力的人 被人强迫吞下氢化物 他肯定是有什么死血 在别人手里钻着 至于这双鞋 那这是欲改迷章 从死亡时间上推断 那段时间里 他家并没有外人进入 最后一个见到武林元的 是陈陈 陈陈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就多次的提到武林元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会 怎么说 旁敲侧击地 打听我老板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老板的发家史 如何淘到第一桶金 还会涉及一点商业机密 他在把我们的视线 引过呢 也许 还怕你们 怀疑他吧 怀疑他什么呀 他说 他跟慕局 还有周先平接触的比较频繁 你们一定会调查他 不过最后这一回 他显得有点着急啊 我们再去找他 我们手里现在 断着他多少底牌 他心里特别清楚 贸然的交锋会让我们自己被动 现在最重要的我们要 找到他的真正的犯罪动机 是什么 吴总 又去陪慕局了 以后有这样的事 让我去办吧 你以为我愿意吗 不是我陪他 是这个死警察 已经盯上我了 为什么 一笔旧账 十三年前 我们在宁江交个手 他认出我来了 那 有解决的办法吗 没有啊 我试想给他一笔钱 他拒绝了 这就是一个信号啊 他要彻底清查呀 好嘞 他现在没有什么证据 不过 这是早晚的事 那您的意思是 得想个 一劳永逸的办法呀 我故人 晨晨 我没有看错你啊 您带我去像亲生父亲一样 晨晨知道感恩 好 好 这样 你做完以后啊 马上跟青霜结婚 以后的事 都有你去办 我也累了 明白 我去了 该民警忍痛拔枪 击毙了其中一名案犯 另外两名失踪 被抢脏物下落不明 这击毙丹犯的情况啊 他叫陈友 家住方县三道岗村 常年在省外打工 我地主的商店 不过 我地主务 最要的 就会干什么 不过 我地主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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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 我一会儿再跟您解释 坐 我有话要对您说 十三年前的宁江 发生过一场抢劫案 三个劫匪把珠宝店的钻石 几乎全部抢光 就在他们逃跑的时候 遇见了警察 双方发生了火拼 其中的一个劫匪 为了掩护另外两个人 被当场击毙 后来那两个劫匪 带着钻石成功逃跑 那个警察也立了功 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宁江 这些都是您知道的 我说点您不知道的 死的那个劫匪呀 他在乡下还有一个老婆 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 后来老婆抛下了那个孩子 远走高飞 不知取向 那个十来岁的孩子 就在村子里 吃百家饭长大 那日子苦极了 于是他就来到城里打工 后来混得还算不错 但是在他的心里 始终有块石头 那就是找到那两个人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 当年的那个警察 发现了其中一个逃犯 而那个逃犯 正是那个孩子的老板 也即将成为他的岳父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让我做掉木局的时候 提到了十三年前的宁江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于是我就暗中调查你 查你的发家史 我也打听过情双 最终我确定 你跟周宣平 就是当年的那两个人 我没有故人 孟春阳是我做的 木局 到底啊 木局 楼上王对家停电漏水了 您能帮下忙吗 好好好 来 这么多水啊 这暖气也没漏啊 趁他不备 我就下手了 这哪儿来了水 其实我 我不想杀木春阳 但是他迟早会交出你们两个 你们会被判刑 而我是让你们死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能不能不杀我 我真的错了 他向我跪地求饶 这让我很看不起他 你必须死 我只关心 你们这么多年 是怎么隐藏下来的 他说完之后 我很佩服你 那么多的钱 你居然能忍得住 甘愿在工地打苦工 直到风平浪静 才出来变现 懂得忍耐的人 一定能成功 你想怎么样 大家都简单点好 桌上的这个胶囊 里面装的是青花甲 但我一会儿 走出房门的那一刻 你把它吃下去 会有一点痛苦 有一点你可以放心 武士集团会越来越好 母亲双是我的妻子 我会好好爱她 你做的恶事 我会瞒她一辈子 对了 还有这双鞋 这双鞋出现在木甲 也出现在仓库 它是杀人凶手穿的 也就是你穿的 待会儿我会放回鞋柜 你一直想让我 叫你上爸爸 十几年了 这两个字 我真的叫不出口 还有 我的婚礼你参加不了了 因为那个罗克 比穆陈阳更难对付 他们现在 应该就在抓你的路上 叫不了你爸爸了 抱歉 吴总 我一直很敬佩你 这次别让我失望 等等 冤有头 再有主 说太多的话也没意义 只是这件事 到我这儿为止 陈辰哪 对我女儿好一点 找个机会告诉她 不用惦记 她这个爹 员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 是你杀了他 不是 秦桑 秦桑 你听我说 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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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说 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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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 我爸的死跟你有关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回答我 你 秦桑 你是个男人 没错 是我干的 可是你要知道你父亲 他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信你怎么说的 我答应过他 要永远瞒着你 今天是你逼我说出来的 我就把他的丑事 一件一件的都告诉你 秦桑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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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队 现在完全可以证实 秦桑就是当年被击毙的 案犯陈勇的儿子 看我 是 我没有想听 你不想听 是吗 我不是不想听 你看我 你不想听 我不是想听 她是你 我不是想你 还没有想听 我不是想听 你怎么想听 我不是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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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些 我全部都交代完了 你赢了 这杠子马上就结案了 我们有一点点 破案之后的那种信息 我是警察 招罪犯是我的职责 一会儿我也有些东西给你看 它不会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 这 这是什么 在你吃百家饭的时候 有个人在背后资助你 你所有的学费生活费 都是他提供的 希望工程是有这么回事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人在背后默默地 帮助了你 他不愿意让你知道他是谁 他只是希望你能够健康地成长 顺利地完成学业 别再走你父亲的老路 就是在你离开家之后 他还在私手地打听你 还想再帮助你 他 他 他是 他就是让你杀了的母春阳 他就是让你杀了的母春阳 同志们 这里长眠的一位老刑警 他是让人尊敬的英雄 他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警察的荣誉 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我们对他最好的告慰就是 继承他的遗愿 严惩罪犯 保护成平安 全体都有 将烈士母春阳 敬礼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 本集的法律问题 十多年前 武林元与周宣平陈勇合谋 抢劫钻石的行为 涉嫌抢劫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3条 以暴力 胁迫 或者其他方法 抢劫公司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武林元和陈臣合谋 杀害穆春阳的行为 涉嫌故意杀人罪 陈臣杀害周宣平 又逼迫武林元自杀的行为 同样涉嫌故意杀人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2条 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陈臣被仇恨 蒙蔽了双眼 迷知了自我 他自以为的仇人 其实是他的恩人 他本来可以过一段 美好的人生的 但是他却辜负了期待 也辜负了自己 最终把人生也毁掉了 局长一案就此告破了 我们也看到了 罗克他们的精彩的表现 可以说 这个第九大队 是名副其实 可是他们的挑战 却还在继续 因为紧接着 新的命案又出现了 服装设计师 惨死家中 多位嫌疑人 真假难辩 第九大队 他们可谓是任重道远 能够顺利破获 新的案件吗 请别错过 我们明天的精彩故事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死亡原因是 后脑珠骨骨折 我们在他们家中 发现了带有 烟头的一次性纸杯 有条微信 时间刚好在安排里面 许鸿啊 我妈给你蒸了年度包 我这就给你送去 喂 110吗 刘大成 我一猜你们就得怀疑我 你凭什么抽烟 不抽 你跟他抽烟吗 抽啊 不 不会 我表妹 出什么事了吧 被杀了 既然这个第三个已经露头了 我们就想您一切办法 让他服务睡眠 一个经常去吴雪红家的人 因为对猫过敏 所以吴雪红就把这猫呢 寄养到冲锋店了 这就是雪红姐的猫 是家里边的客人 对小动物过敏 这人认识吗 吴雪红